失守女子200蝶,张宇飞学会了输,在2023年全国游泳锦标赛的第四个比赛日,江苏队名将张宇飞以0.02秒之差获得女子200米蝶泳银牌,她坦然面对结果,学会了输,只要输得有价值就行。 在13日进行的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,张宇飞游出2分8秒38,落后于福建队的陈璐影。 对于比赛结果,张宇飞说,成绩在意料之内,因为得了流感,她有两周没能下水训练,现在状态还不够稳定,希望能在连续的比赛中找到缺点,提高能力。 宇飞说今年有一个收获,就是学会了输,怕输,也怕被别人看到输,但现在有了不一样的心态,认为只要输得有价值就行,大家都关注比赛的结果。 不过,国际大赛的张宇飞今年,张宇飞接连参加了福岗游泳世锦赛,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,杭州亚运会,世界泳联世界杯的比赛,获得23斤,4银2桶。 荣英杭州亚运会最有价值运动员,在当日的其他比赛中,浙江队的潘展乐以47秒60的成绩,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夺冠,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。 同样来自浙江队的费力尾,以14分57秒47夺得金牌,在男女4×100米混合用接力决赛中,由徐家瑜、谭海洋、张宇飞、杨俊轩组成的呼苏这路连队,以3分42秒34的成绩折贵。 。